大家好,我是第三組,我是陳建佳 我是劉俊文 我是詹佳安 接下來我們會分享一下我們Final Project做的一些優化 這邊是All Line,我們首先會介紹一下我們在Final Project這邊的Custom Overview 接下來就會介紹我們在原本Workload這邊所做的優化 就是加了三個Hardware Generator去針對不同的Workload都進行硬體上的加速運算 再來就是我們把原本的DRAM換成了SDRAM 然後加上了PresetController去讓Exception能夠更快的被漏進去 針對Ur的部分我們也加了Final去讓它能夠更快的去降低UR傳輸所造成的Limit 那最後我們會稍微比較一下有關於我們在不同的優化Condition的情況下 我們的一些Performance的比較 然後以及最後Ur在上版之後所得到的一些數據結果 好,那首先就是我們的System Overview 那可以看到說 像是原本從最上面的Wishbone Decoder下來到AXI Converter 然後過FIR下面的Take RAM跟Data RAM 這個部分都是跟4-2是相同的 對 然後左半部這邊原本是DRAM的位置 那我們這邊就加了SDRAMController跟SDRAM.V 就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去取代掉用的DRAM 進而去實現Intrruction Prefetch的功能 那右邊的RX、TX跟Control面修改了一下 那新增了FIFO去讓Ur這邊可以有更快的產生效率 好,那接下來是我們有關於一些Configuration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說 原本在Lab4-2之中我們設定的Data-0000 這邊應該是FIR的Config 那我們就依序的去把04跟08設定為MM跟QS的Config 那這個部分是透過API-Lite去做傳說 我們會把APSAR Program給我們分別的硬體加速器 去告訴他們說現在資料準備要送進來要開始做運算 那分別他們的資料其實會被設定在像FIRG等等的 3000的10、40到68、80跟84 然後MM我們會把它放在A0跟A4去做Data-In跟Data-Out 那QuickStore的部分我們就會把它放在C0跟C4去做Data-In跟Data-Out 那UR這邊跟FDRAM其實就跟之前的Base-Aggress跟Offset部分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就是放一個有關於Aggress跟Offset圖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首先是FIR的部分 那FIR主要我們在硬體設計上跟之前的FIRG是一樣的 我們也是使用一個存法器跟一個加法器去進行11個cycle的運算 然後就是一筆Input進來然後去付出一筆Output這樣 那相較於之前的4G之後我們有做了一些些微的改動 那主要就是我們取消掉了Polling的機制 因為我們有發現說其實硬體的運算速度是足夠的 就我們並不需要去詢問它說是否算完 一般來說我們直接去看它要值的時候它都是處在已經地上完成的狀態 所以我們把Polling的機制拔掉 那除此之外也參考了之前老師的專題一生 就是那邊有提供了一些有關於Firmware Optimization 就是透過重新去安排Firmware Code可以讓你的 在運算上的Latency大幅的下降 所以可以看到左邊我們透過改變這個要值的順序 然後最後可以達到右邊的這個結果 也就是相較於原本的Baseline其實已經算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 好那MN的部分我們也是透過硬體加速器 我們會先把所有的MPUT值都吃進來之後 我們在硬體這邊使用多個乘法器跟加法器 去把值給算出來 那相較於原本在Firmware上 我們可能會需要重複不斷的去存取某些特定的Role或Color 那透過在硬體的部分我們把值收進來 直接分起來去做計算 我們可以在更短的cycle內去得到運算的結果 那QuickStore的部分 雖然原本在Firmware workload上我們是使用QuickStore 那實際上我們在硬體上如果要去執行Store 相對來說比較friendly的方式我們應該會使用Comparator 那在這邊我們在Latency跟硬體的面積下去做取捨 最後選擇的架構是使用9個Comparator 然後去做5個cycle 去把我們原本的10個數字給做做 那這些硬體加速最後使用的cycle數 我們都會放在後面的表格統一去做討論 那接下來是sdram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說因為sdram我們本身是取代原本的bram 所以原本bram對於WishboneDecode下來的訊號 我們一樣會有一個enable訊號去控制說 今天這個address的部分就是從3800去做開口 那可以看到說相較於原本的在處理instruction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經過prefetch之後會向下面的這個波形 也就是當今天你在cacheheat的時候 他可以在heat的當下就立即的把g給丟回去給user 那我們就不需要去對於每一個incruption 都是做10個cycle的Latency 那接下來UR的部分我們會交由另外一個同學來介紹 那在UR這邊我們就是在transmit段跟receive段都加了一個深度為16的ficle 那這個ficle當它收滿的話 或者是當我們收到資料後 有一段時間沒有新的資料記憶後 我們就會把IRQ的訊號給cpu來做incron 那我們ISR會做的事情就是會把 把receiver端這邊的資料寫到transmit那段的ficle上 那從這個波形就可以看到 前面就是我會receive data 然後像這邊因為只玩8B的data 所以它不會立刻就發IRQ的訊號給cpu 反正它在數了一段時間之後 沒有新的資料進來 就再發IRQ的訊號給cpu 那後面到那一條enavation之後 就是ISR的訊號結束了 那後面就是傳資料出去 傳密出去的資本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邊是我們有關於三個workload的Latency 那這邊具體的cycle是我們會秀在接下來的表格裡面 好 那上圖可以看到說我們有做了不同程度的優化 然後來去比較說在各個不同的變音下 我們所得到的cycle數 這邊的數字都是幾cycle數 那可以看到這baseline就是我們原本在做 Wload baseline的那個lab的時候 我們所得到的FIR、MM跟QS的總cycle數 那我們一開始最第一步就是在 老師的專題生提供了他們有關於在分別上的改進之後 我們第一步就是先去下compile的優化指令OS 那下完之後可以看到其實整體來說 對於三個workload它的整體Latency是下降了一半以上 但我們會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對比於我們理想中硬體去做計算的話 它的cycle數還是遠比我們想像中還要來的大 所以接著我們就針對於三個不同的workload 所去進行硬體加速的設計 並且去針對他們的firmware code 去進行重新的安排 那可以看到在這個階段之後 其實整體的cycle數就下降了非常多 那基本上就是掉了20幾倍 那最後到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就在觀察一下波形有看見說 針對於每一個不同的extraction之間 如果還需要再等10個fighter的latency 那其實我們是可以透過在bonuslab 就是lab sdram裡面所設計的硬體 來去處理要這部分的問題 所以最後我們就把我們的bram去置換成了bram 那可以看到說針對355load一樣會有些許的改進 但進步幅度就不會相較於前面我們去設計專門的硬體來的還要大 那我們最後就針對baseline跟finalwork去做比較 可以看到FIR是進步了150倍 MN是進步了42.7倍 那QC是進步了5.0.3倍 那整體來說總共的latency也是進步了77.78倍 好 那接下來下圖這個是我們合成之後的utilization 那我們合成之後我們會把UR放到FPGA板上去進行驗證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這個表格 那最左邊我們在模擬的情況下 一般我們在最一開始baseline的情況下 我們傳輸一筆8B的資料我們是需要70956個cycle的 那經過我們加了FIFO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它整體的cycle數是增加 那就是我們最後優化完的結果 加上可能下OS的指令之後 那最後整體優化的結果是剩下23264個cycle 不過我們實際上把UR這個東西放到板上的時候會發現 我們在PS端去掃出來的這個時間去傳輸512 character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其實整體上的差距並沒有我們想像中有那麼多 那這部分我們不太清楚 不過我們從模擬端上來看 確實是能看到UR這邊的顯著成長 大概是3.05倍增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Final Project這邊的一些感進的分享 謝謝大家